至於說現在全台都缺疫苗的狀況下 有高鐵員工就是搶打疫苗這樣子 你怎麼看 我覺得現在一個台灣一個很特別詭異的狀況就是 我不管誰去偷打疫苗 搶打疫苗 我覺得打疫苗是人性 我舉個例子 我自己到現在一劑都沒打 但是你說真的你要去想盡辦法 找盡管道去打殘劑一定做不到嗎 只是我不願意做啊 可是很多人他透過各種的管道 合法不合法 合程序不合程序 合規矩不合規矩 然後我們大家要開始批判這些所謂的插隊 或者是所謂的運用特權的人的之前 我們難道沒有去想一件事情嗎 美國疫苗打到 連豬跟蝙蝠都要打 然後其他國家打疫苗就是送房子 送車子 送樂透 我們現在其實所有精力在幹嘛 在抓誰特權打疫苗 關鍵不是特權打疫苗 特權打疫苗當然我也反對 真正的關鍵就是疫苗不夠嘛 我們整個疫苗採購落後的一個狀況 才導致今天民眾必須你搶我搶 再搶著要去透過用盡一切的關係 來去打疫苗 因為人求保命不就是人性嗎 可是今天政府不去考量人求保命的人性 那為了護航高端遲延我們的疫苗採購 那叫沒人性啊 所以因此關鍵我們當然反對所有的 可能特權插隊的情形 可是民眾永遠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如果去年沒有去擋臨權的三千萬劑 如果說包括郭台銘 徐旭東 包括工商建研會 工商修進會 一些很多民間的團體 在想買疫苗的時候政府沒有黨 地方政府想買疫苗政府沒有黨 我剛剛今天沒有這麼多 搶疫苗的一些特權狀況 大家有疫苗可打誰要去用特權呢